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sir 今天跟大家讲的课题是 《云加速运动的常习》 在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要学习四种常见的运动模式 包括 《云速运动》 《云加速运动》 《抛体运动》 《云速远周运动》 理论上 如果你数学很厉害的话 任何运动都可以分析得到 不过我们现在初学 所以暂时先集中学下 这四种基本的运动模式 在这四种运动模式里 最简单的就是 《云速运动》 这种运动模式 其实真的没什么好说 只有一样东西你要记住 那样东西就是 S等于UT 然后无 所以 我们都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它 下一集我们做一题例题 你就会明白 第二种你要懂的运动模式 就是这一课的主角 《云加速运动》 《云加速运动》的一个典型例子 就是在斜波上滑的波 如果我们在斜波上设置 一个运动感应器 并且在斜波上滑的波 那波的ST线图 看下大约就是这样的样子 如果我们把VT线图都画出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它是一条直线 接着我们再画它的AT线图来看 就会发现这个波的加速度 是由头到尾都没有变化的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把这种运动模式叫做 云加速运动 另外由于这个波是在直线上移动的 所以有时我们都会叫这种运动做 直线云加速运动 那说到云加速运动呢 就要提及一下 云加速运动方程 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为了方便处理 云加速运动的问题 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方程式 首先我来列举一下 这个运动里面牵涉的数值 并且先给一些名字这些数值 假设有某个物体在进行云加速运动 并且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面 帮它拍两张照片 拍第一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叫那个时间做0 拍第二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就叫那个时间做T 接着我们就要决定原点的位置 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选择把原点定在 时间等于0的时候 这个物体的位置 那么当时间等于0的时候 物体的位置都会等于0 然后当时间等于T的时候 我们就将物体的位置叫做S 接着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物体的速度 当时间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的速度叫做U 时间等于T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的速度叫做V 最后就讲加速度 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由头到尾都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加速度叫做A 现在我们手上就有五个数值 S U V A T 而我们就想找出一些方程式 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怎么找呢? 就是用上一课介绍的线图分析方法 我们回想上一课说的什么 我们提到这三幅线图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ST线图里面 切线的斜率就是等于V 而VT线图里面 切线的斜率就是等于A 反过来看 AT线图里面 图线下面的面积就是等于ΔV 接着VT线图里面 图线下面的面积就是等于ΔS 现在我们主要就会用这两个面积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下AT图线下面的面积先 由0到T这段时间 AT图线下面的面积就是A乘以T 而速度的变化ΔV就是V-U 所以我们就有V-U等于AT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V等于U加AT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VT图线下面的面积 由0到T这段时间 VT图线下面的面积是2分1乘U加V再乘T 而惠仪的变化ΔS就是等于S-0 所以我们就有S等于2分1乘U加V再乘T 这两条的式V等于U加AT 和S等于2分1乘U加V乘T 就是云加速运动方程 但是如果我们只用这两条方程式的话 你稍后就会发现对我们解题其实不太方便 为了折省解题的步骤 我们就将这两条式扩充 整多了两条式出来 首先我们将V等于U加AT 代入另一条式 就可以得到S等于2分1乘2U加AT 再乘T 那将这条式简化一下就可以得到S等于U加AT 2次 这条就是我们做出来的第一条额外方程式 然后呢 由于A不等于0 我们就可以将V等于U加AT 乘B-U再除以A 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将这条式简化一下 就可以得到B2次等于U2次加2AS 那么呢 现在我们就手上有四条式 B等于U加AT B等于U加AT B等于U2次加2AS S等于Ut加2分1AT2次 和S等于U加Vt 这四条式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混加速运动方程 特别提一提你 严格来说 其实这里只有两条式 因为中间那两条 其实是由头尾那两条推道出来的 那么呢 这一集到这里就完 咦?这么快? 是啊 这一集比较短 是因为在下一集之前 我想你花一点时间将这四条式背了它 蛤? 是啊 因为如果你不将它们背熟的话 到了我们解题的时候 就会发觉有些轮盡 那么这四个一点记呢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将它们读成Vet Vest Zootest 和Zoot 然后呢 就将数字和符号全部放进去 或者你自己想想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将它们记住 等你将它们记熟了之后 下一集 我们就会一起来做一些例题 看看这些颜色可以怎么帮我们解决问题 那就到时见啦 拜拜 阿sir 你呢 我想问呢 我听这些师兄说 如果你懂微积分的话 刚刚你说的颜色是可以不用背的 是不是真的? 哦 是啊 你呢 我想问呢 如果你用微积分的话是怎么做的呢? 那件事就是这样的 我之前都说过呢 位移是时间的减数来的 可以用st来表示 如果你懂微积分的话呢 其实速度的定义就是Vt等于s't 然后加速度的定义就是at等于V't 现在我们是说云加速运动 就是说at等于一个常数 另外呢 我们刚刚都指定了st的初子值是0 和Vt的初子值是某一个实数 如果我们从微积分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想尝试做的东西就是找出st等于什么了 找得到 那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那怎么找呢? 我们是可以由最下面这两条色开始着手的 首先我们将这两条色合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V't等于A0 然后呢 我们将t改成t 并且将两边一起由0积分到t 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 左边就会等于Vt-V0 另外我们自己也可以计到 右边是等于A0乘以t 所以呢 我们就有Vt等于V0加A0t 看看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Vt等于S't 并且V0等于V0 将这两样东西代入去呢 就可以得到S't等于V0加A0t 现在我们再一次将t改成t 并且两边一起由0积分到t 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 左边就会等于S't-S'0 另外呢 我们又可以计到 右边是等于V0t加A0t二次的 接着我们又看上面了 我们是指定了S'0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S't等于V0t加A0t二次 这个就是S't的表示式了 有了这条表示式之后 基本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用微积分的分析方法 就是这样了 嗯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我会回去背书的了 好啊那你加油了 那我们下课见吧 拜拜